主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似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妙得着生命的光 如果我们在连续几天分享的时候 我们会明白了 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一次的住棚节里面 用点灯去讲到一个这样的活剧 因为原来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 教会界基本上就成为一眼一眼的灯台 他们在世人面前去示范出生命的光 而他们拥有生命的本质 也能够在生命当中发出最大的光辉 我们首先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至第二十节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将来必成的事是什么呢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所成为的就好像主耶稣在住棚节所示范的活剧 祂希望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成为世人的灯台 成为神向世人的一个光照和一个表达 而实际上你会看到在我们的街头报道也好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带领雪的做也好 你会看到我们就成为世人的光了 当他见到神的能力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去涌流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得着这种活水 而所以现在就是在那个时间 我们开始理解究竟我们怎样成为这个灯台 怎样成为这个生命的光 其实原来这两个活剧 第一个活水的活剧 它是代表圣灵是某一种形式上的彰显 就是滋润的彰显 就是它呵护的彰显 但是灯是代表了另一种圣灵的彰显 它是代表了燃烧它代表了边策的彰显 就好像你会看到灯的灯芯 它是用某一种的方法去让这个油去发光 这种是另一种不同形式圣灵的flow来的 是一种生命的flow 但是这个燃烧是经过这个生命的本质而发挥出来的 所以你要看样方第八章 主耶稣会开始了这个题目之后 其实在整章圣经当中 它都是不停地将这个教导 它更加演绎出来的 我们所看的只不过是第十二节 但是其实原来第八章第十二至二十节 就说到主耶稣是世界的光 它那种的品质 它是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接着第21节到36节 已经是进到另一个的领域 里面说到光是一种的释放 光是这个世上的释放者 而第37节到50节就说到一个更加特别的讯息 就是我们尝试会在这几个礼拜 会和大家去分析 就是它说到就是 如果光用言语方式去表达 它是一种对黑暗的抗衡 所以基本上它的出现 就会发觉它不断有黑暗和它对抗 但是如果是荣耀方式表达它是什么呢 如果你尝试去猜一下的话 我相信你都未必猜到 原来光用荣耀方式去表达就是一种死 而第51节到59节 讲到光最大的威力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死里面去杀种 所以最大的威力就是死人復活 而并且得到永恒掌赏的生命 所以你会看到 只是这一点 主耶稣说了出来 到今时今日有几多教会是愿意接受呢 如果你教会立即会说你是异端 问题是你会留意 在四福音当中 主耶稣说的很多时候讲的经文 在普遍的教会当中 都是一知半解译的解译 或者甚至有误道的方式去解译 而不会全面的 好像我们教会一张一张一卷一卷 真正解译它的原意 有很多时候甚至那些人解译 解到一个阶段 就会说这段经文在现代就不适合了 在现代就不用这样了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在 他最后一个节期里面 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跟大家去分享 这整章圣经 药人福音所讲的 这个会留当我们在家序当中 是很仔细的逐章逐节 跟大家去分析 但起码我想在今次当中 我值着在药人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里面去给你理解了一件事就是 究竟光如果用言语方式去表达 它是和黑暗是一种对抗 但是如果以荣耀方式去表达 它为什么是一种死呢 原来这种就是主耶稣所讲的 生命的光 就是我们要用家换的律去换取的 其实就好像如祭物一样 其实我们将祭物放在坛上 无论是十分一也好 或者甚至那个是 这些牛羊甲子也好 它会为我们换取平安负罪 或者甚至富裕富足 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 如罗马书所说的 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去交换的话 当然这个活祭 它就是直接将它的生命 愿意换取神的月纳 但是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愿意去放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反而不会丧失这个生命 我们会得着生命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愿意舍弃在地上 我们自己所拥有 属于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命 你与生俱来是哪个人的子女 是哪个人的丈夫 是哪个人的父母 而你愿意在这个生命当中 你自己为自己所捕捉 争取或者持守的东西 你都愿意放下的话 就像主耶稣呼召的十二门徒 难道他们是十二个异端教主 但在今天的教会一定会这么说 因为他们直接放弃自己的工作 放弃自己的家庭 甚至有些门徒会说 让我先遇到我爸爸 主耶稣说有得死人去遇到死人 你来跟随我 你会看到他们放弃自己在地上 身为父母 身为儿女 身为丈夫 他们很多自己为自己所争取的家庭 争取的成功 争取的事业 去放弃这个生命 跟随主耶稣的 还不是异端 但我想让你知道 这是今时今日教会最憎恨的一件事 原因是什么呢 今时今日教会很多时候 用一切的力量去抗衡主耶稣这种教导 但很可惜的是 这些教会基本上很多都上不了天堂 因为在主耶稣所说的 在这个节期 其实是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 最后神所期待从他教会 所得到的这种回应 就是对神的信仰的一个回应 对神的同在的回应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灯台了 药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我的主耶稣 耶稣基督我的主耶稣 心不怕路遥遥的心不怕路遥山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